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夜主角是我和你 耳边听嘴 我要给你灼热太阳的耀眼 融化你我每个小情节 让一天一天都成为了 每一个新的第一天 翻高灰洒绚烂星空的狂烈 不如有你陪我的画面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我要给你灼热太阳的耀眼 融化你我每个小情节 让一天一天都成为了 每一个新的第一天 翻高灰洒绚烂星空的狂烈 不如有你陪我的画面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婷婷 我想再睡一会儿 但是我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 米糕 甜豆花 还有麻团 好的 你说的是这个艺术展吗 是的 那我们是吃完就去 还是家午再去 吃完就去吧 早上人比较少 而且回来还能继续工作 晚上也能早点休息 好 没想到你还对现代艺术感兴趣 你们只需要去感受 其实在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也看不懂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你们的氛围 现代艺术呢 更多的是一个学术思潮 它并不是一个艺术门类 它一直很难被定义 现代艺术包括了绘画 装置雕塑 概念艺术 行为艺术 而且绘画没有包括这种 我都吃不下了 你怎么不吃啊 你刚才在睡觉的时候 我已经吃过了 那我们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出发吧 好 赛尚是现代艺术之父 然后他的作品是后期的生活 可能会有些分子 我去换个衣服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好 从这个角度看像什么 这个是毕加索的抽烟斗的男人 没想到吧 你刚刚是不是哭了 没有 里面的光线太刺眼了 看得久了眼睛很不舒服 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用 这么奇怪的方式分手 你是说玛丽娜和乌雷吗 天地迢迢来到中国 徒步九十多天 只为了跟对方分手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坐下说 他们两个人 毕竟是在一起十二年的行为艺术家 肯定不会用普通人的方式分手的 而且这种行为方式 一定是在纪念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这个分手仪式 很有人性关怀 可是分手 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呢 在他们两个的相处过程当中 一直是乌雷忍让着玛丽娜 如果不是玛丽娜的艺术理念 太过极端的话 他们两个现在的生活 可能会很圆满 当然 这些都是我的异性 可是我并不这么理解 他们的分手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不觉得 这个过程是极端的 极端的并不是他们的行为方式 而是玛丽娜的理念 她曾经有过一个 行为艺术的作品 叫做《玉绿林》 七十二件不同的器具 摆放在观众面前 其中包括铁锤 铁链 皮鞭 手术刀 这些可以造成杀伤的危险物品 甚至还有一把上了糖的枪 在场的所有观众 都可以拿其中的任何一件 对她的身体进行任何行为 且不用负责 而且她也不会反抗 因为整个过程 她都将自己麻醉了 然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 观众们只是出于好奇试探 拿水泼她 带她身上涂鸦 慢慢地 有人拿玫瑰的刺 划破了她的皮肤 拿手术刀 割上她的身体 最后还是有人 拿起了那把枪 对准了她的嘴 直到有位观众 冲进了现场 抢走那把枪 才结束了这场行为艺术 整整经历六个小时 我觉得极端的不是玛丽娜 而是那些观众 但是将伤害自己的权力 赋予观众的 正是玛丽娜自己 就像她曾把这个权力 给过乌雷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多年之后她见到乌雷 会失声痛哭的原因 权力 打开 却有一个男人蹦出来了 男生的心理 只有你 但是吧 这个时间时效 只有七十二小时 六个小时之后呢 等玛丽娜恢复意识 那些观众 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愧疚应该会有吧 但更多的一定是恐惧 恐惧 当你有权力选择 要不要伤害一个人的时候 李智一定会告诉你 伤害她这个选项是错的 但是当伤害一旦开始 就不会再停下来 而且伤害的行为跟方式 一定会越来越残忍 当这个人满眼泪光 走向你的时候 你心里最多的 一定会是恐惧 你恐惧你之前 对她的所有行为 恐惧这个人 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 来伤害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六个小时之后 当玛丽娜恢复了行为意识 走向人群时 所有人都四散逃开了 如果有一天 被玛丽娜力量影响的他们 发现这一切都是我 打开玛丽娜造成的 那他们会怎么样呢 好了 宝贝 对 我们不聊这个了 要不要吃中午饭 不吃了吧 直接回家吧 好 娜娜 谢谢 谢谢 还在想易助展的是吗 我只是觉得 人性真的很可怕 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 你是生活在光里的人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出生就在黑暗中 在光里生活久的人 当发现了一点人性的不公实 他就会感叹人性的可怕之处 但是在黑暗当中待久的人 他只会觉得人性本该如此 莫玉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你冷静地让人害怕 为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你总是很轻易地 可以分析到别人在想什么 但是我 却一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能在想什么呢 肯定是在想你啊 好 我今天可能有点累了 想一个人带一下 那 我先回工作室 你有需要的话打给我 嗯 大麦 你现在在家吗 我现在想过来找你 啊 这么夸张 我总觉得这个心理咨询师 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 不会 不会吧 我只是觉得 我不太了解他 也看不透他 我懂 就是那种 你什么都看不懂他 但他 却把你看光光啊 是这个意思没错 但是你说得太露骨了 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啊 以前啊 我们总是觉得王子 会骑着白马 从邪恶王后的手里 拯救出善良可爱的公主 但后来啊 我们才发现 王后不一定邪恶 公主 也不一定善良 而王子 也不一定骑着白马 你还是别这样说话了 你这样说话 跟沐云特别像 搞得我怪压抑的 我呢 就希望我们善良可爱的暖暖 不要被骗才好 我又不傻 你不傻 你不傻 你最好是不傻 要不我们出去玩一下 那去哪儿呢 莫甘山 来 我们现在收拾一下出发 走 走 正好这两天 太压抑了 放松一下也好 我怎么也没想到 已经分开几个月了 在你这质询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以为我快好了 可是 每当我看到他 还是会害怕 紧张 就能找个地方 赶紧躲起来 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现象 正常吗 分手是你提的 那你有没有 为了提出分手这件事 而感到愧疚 愧疚感 可能有吧 又是什么 让你产生这种愧疚感呢 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不说出来 但是你心里要有个答案 越明确越好 妹妹 想一想我们都好久没有一次 去莫甘山了 确实要怎么去 微微便我一直都记得了 以后我们都要推理 彼此人身都重的时候 还要彼此坦诚 谁都不能骗得上 那要是一件不开心的事呢 有我们俩的一体 我们都一直开心下去的 那我们拉勾勾 我们一直都在转转转啊 我们两个月左右 开山公路 这 这车咋了 大麦 没油了 我真的是个白痴 大麦 大麦 那现在怎么办呀 等一下吧 总会有车经过的 你 你们的车坏了 我车没油了 你们去哪里啊 我们想去一个叫 五级民宿的地方 去我的店啊 这么巧吗 是您的店啊 你怎么证明那是你的店啊 你看 你俩是周边过来的 对啊 一看你俩就是 临时决定过来的 老板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看你们两个小姑娘 拿着点心理 出来散心呢 老板 你到底是算命先生 还是民宿老板 做生意见的客人多了 看一眼就知道啥情况 放心吧 我这儿的民宿呢超好 保证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谢谢老板 客气 上车吧 走了 好 看来你心里的答案 已经很明确了 是的 谢谢孟云医生 那我们今天的诊疗 就到此结束 是吧 老王 你等会儿有空吗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还挺香的 对 我 来 你们看看 这是我住的茉莉 没有茉莉 菜买回来啦 买回来啦 这两位是我顺住接来的客人 他们那个车没油了 快请进 快请进 好 走 娜娜 想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心目中爱情的样子 你看他们多幸福 两个人的生活 是那么的契合 我非常爱她 可不管是在生活上面 还是日常习惯 我跟她都格格不入 沐云 我还以为 你有什么大事找我咨询 这不就是情侣之间 会有的过渡期嘛 感觉不一样 更像我对她的感受和爱情 是割裂的 沐云呢 这就是过渡期 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了 你想想 如果对方一开始就不吸引你 你们 也不会在一起 一开始 你这次打算设计什么呀 之前做的方案 合同是撞了 这次我要做一个更好的设计 突出女生 勇敢做自己这个理念 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怎么了 谁能这么简单就做自己呀 要不要展开说说 打算给我多少稿费 请你吃烤肉 全焦 来 你们这些设计概念 永远都在告诉我们 要做自己 这些东西你们不说 我们也是知道的呀 永远都在说 要尊重自己 要让自己开心 可是 可是生活它并不允许啊 我们每天都要担心 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明天有没有饭吃 父母的身体好不好 子女的教育问题 谁能凭着简简单单几句 你做自己吧 就能忽略到那么多事情啊 怎么了 你还生气了 没有 我没说你 我就是自己也自己 我是觉得你说得特别对 我想赶紧记下来 是吗 那我来看看 那你有没有 为了提出分手这件事 而感到愧疚 可能有吧 愧疚又有什么用呢 愧疚有用的话 我们早就和好了 好 你现在骗子都这么小 不舍了吗 喂 你找谁 喂 徐蔡 我是石静 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你给我发的短信 我都看见了 那个 上次吃饭 让你没吃好 抱歉啊 就这样 那要不 我找时间请回来 有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要不 明天 行啊 那明天我们就不见不散 好 哦 哦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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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这些 好的 上次的事情 很抱歉啊 我没关系的 就是我母亲 她可能多少有点建议吧 谢谢李姐 你 你这次除了道歉 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想跟我说的吗 没有 你别多想 好吧 我还以为 你为什么不想继续跟我相亲啊 难道是你觉得我不够优秀吗 没有 你很漂亮 是我的原因 好 你 不会是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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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姑娘就这样的 想什么呢 哦 抱歉啊 不好意思 那既然我们两个都被家里逼婚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试试呢 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你不会是看上我的吧 你不会是看上我的吧 没着 没着 就差不多吧 这差不多吧 对 来 Ple 没着 谢谢 虽然我跟她相处不来 但因为盲盒 她现在还很关心我 如果我不回她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和韵绿玲的观众一样 伤害了她 奶奶 你没事吧 要不要先回个电话 对 对 要理性一点 快去 快回啊 好 娜娜 你 终于回带话了 你还好吗 很好 但是 很想你 我和大麦在墨干山呢 可能还要过两天才能回去 我 等你回来 我们谈一谈 沐云 对不起啊 是我没有做得很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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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展示给别人看的那一面 也有自己不能说的秘密 这些 我都应该理解的 但是如果你需要我 我很愿意去帮你 谢谢你 娜娜 其实 是我应该谢谢你 是你教会了我如何理性地看待问题 还有 我们需要接受 人性复杂的一面 娜娜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 你还记得 一开始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吗 墨云 喂 墨云 喂 不是还有一分钟吗 为什么 没关系 园云 园云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我们继续喝酒 喝酒 走 墨云却后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现在还有三个盲盒 他到底是想治愈我们 还是想捣乱一切呢 早啊 梅芳姐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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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可以 是吧 暖暖 早啊 早 早啊 暖暖 早 早 有未读邮件 本公司盲盒设计师苏暖暖 应抄袭同时设计 限制警告信一封 如有再犯将已开除处理 你干吗你啊 你怎么不敲门啊 马总 这是我库哥的整个设计流程稿 从最初的构想到最终的方案 每一稿都有文件日期 包括每一次的设计和修改 都有详细的阐述 我已经定了没方的方案了 这个你拿回去吧 我不是让你改变决定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没有抄袭他 这一开始是我分享给他的方案 那你为什么要在开会的时候 把给了别人的想法 自己又拿出来用 暖暖 你这么做的话 是破坏你们同事之间的团结 你知道吗 我证明自己怎么是在破坏团结 警告信都发我了 我表明清白有错吗 你一个年轻设计师 你着什么急啊 你以后路还尝着呢 你现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现在不是警不警告你的问题了 是你以后能不能涉及的问题了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